大家早安 我是劉子瑜 那先謝謝剛剛貼心的網友提醒說 已經把裙子調整了 那我們就先來關注到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在南海的衝突是不斷發生 就在昨天31號 雙方船隻在仙兵礁又發生碰撞 南海情勢升高 也成為日本媒體的關注議題 日本電視台新聞網就報導這起衝突事件 根據日前釋出的影片 當時船隻碰撞的聲音是相當驚人 日本媒體是根據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所發布的影片報導 一艘大陸海警船衝撞菲律賓船隻 並發生擦撞 非方批評大陸海警船 在仙兵礁巡邏時的危險航行 雙方迄今一共發生三次的相撞事件 另外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卡爾森 他也在社群平台上發生 批評北京多次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包括8月31號的衝撞事件 而他也強調美國將與非國 站在一起共同維護國際法 那再來看到中飛在仙兵礁市 連兩天發生對峙 昨天更直接是發生碰撞 大陸海警局表示 當天上午飛國的海警船 也就是坐灘的970號船 在仙兵礁挑釁姿勢 中方海警5205號艦對該船 採取喊話警告跟兼管控措施 但是飛國船隻以不專業 而且危險的方式 故意衝撞中方的海警船 導致發生擦撞 責任是完全在飛方 而現在大陸官媒預言談天 他們也指控說 現場還有美軍的P-8A偵察機 干擾了大陸海警執法 這張照片是可以看到 是特意圈出現場空域的美軍軍機 就是P-8A海神式海上巡邏偵察機 指稱美軍是干擾大陸海警 不過菲律賓海岸防衛隊 就大動作召開了記者會 指控中方海上部隊 是包圍了飛國船艦 反控了大陸船艦 衝撞飛國的9701號船 強調飛方船隻沒有挑釁 而且菲律賓的撐腰 背後撐腰的就是美國 現在美國駐菲律賓大使卡爾森 他就在社群平台說 北京是多次違反國際法的行為 包括這次的海上衝突事件 他也說了 美國將與非國站在一起 共同維護國際法 那另外現在就帶您來回顧 8月以來的三次南海衝突 在8月19號凌晨 菲律賓4410號 海警船闖入了鮮冰礁 故意衝撞中國海警左嫌 不顧中方反覆警告航路管制 再次非法衝闖仁愛礁附近海域 對此大陸海警他就指控說 飛方是一再挑釁姿勢違反中飛雙方 關於馬德雷商號 當時雙方說好的臨時性安排 還說飛方嚴重侵犯中國主權 破壞地區和平穩定 而第二起就發生在8月26號 4409號和4411號兩艘 菲律賓海警船闖入了鮮冰礁 大陸海警就對飛國的肇事船隻說 他還噴射水炮採取了管制措施 中方也要飛方立即停止侵權挑釁 立即撤走有關的船隻 那另外在第三起呢 就是發生在昨天31號中午12點左右 中方指控飛國的9701號船 以不專業而且危險的方式 故意衝撞中國海警的5205號船 而這也是中飛在8月以來 鮮冰礁局勢升高以來 發生的第三次碰撞事件 大陸媒體現在也形容說 這就是馬德雷商號的2.0版本 那現在大陸官媒也指出說 菲律賓希望複製仁愛礁的 馬德雷商號案例 以故意擱淺 也就是坐攤的方式主張主權 大陸專家指出 其實不只是目前的鮮冰礁 菲律賓之前也在 也曾經在黃岩島故技重施 在1999年5月份的時候 當時菲律賓的軍艦 馬德雷商號 對仁愛礁是進行了撞攤 而之後呢 菲律賓方面聲稱這個船壞了 需要修理 就以此為藉口 一直賴在仁愛礁不自由 不走 而在這個當年的11月的時候 菲律賓試圖在黃岩島 在這個西湖的入口 來進行這種模式的複製 而當時呢 這個戲碼是非常相同 也是派出一艘舊軍艦 然後呢 聲稱發生了機械的事故 積倉進水 需要修理 所以呢 希望能夠賴在黃岩島的周邊 來這個進行坐攤 另外一種形式的坐攤 但是呢 當時從中國的觀察來說 我們對於菲律賓方面 已經沒有信任 所以對於非方的借口 是這個堅決不認可的 最終呢 在中方巨大的外交壓力之下 菲律賓方面呢 是拖走了在黃岩島 試圖進行坐攤的軍艦 那麼這一次呢 是要再先拼交 來再一次的進行複製 另外一種形式的坐攤 看完了南海 看完了南海 戰雨密布的緊張情勢 接下來的這個戰場 是在網路空間 巴西最高法院大法官就下令 禁止富豪馬斯克旗下的 X社群平台在巴西營運 因為馬斯克他沒有依照法律指派 X在巴西的法律代表 馬斯克在社群媒體折戰大法官 讓這場因為言論自由 引發的對峙加劇 就連馬斯克的新鏈公司 遭恥於之殃 在巴西銀行的賬戶是遭到凍結 巴西用戶打開X平台 都在轉圈圈無法使用 超過兩千兩百萬用戶哀嚎 巴西最高法院下令全境封殺X 因為X拒絕在巴西指定法律代表 法院要求X履行法律 並繳完三百多萬美元的罰款 還要把散播假消息的賬戶 上個金光才能解封X 這一切都起因於 巴西最高法院要求馬斯克的X 封鎖極右派前總統 波索納洛的支持者 也就是傳須假陰謀論的賬戶 馬斯克以違反言論自由為由不配合 如今X被巴西封殺 馬斯克槓上大法官怒轟他獨裁 出於政治目的摧毀民主 馬斯克在X上折戰法官 馬斯克八月稍早 甚至關了X在巴西的辦公室 表示法官威脅要抓X的法律代表 強迫遵守當地的審查命令 連巴西總統魯拉都發聲譴責 馬斯克藐視法律 馬斯克堅決不配合法律 捍衛言論自由 他旗下的星鏈公司 在巴西的資產連帶被凍結 星鏈表示正命令違憲且毫無根據 對峙再升級 最近時運不激的馬斯克 日前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因為火箭着陸失敗 又遭美國航空總署下令停飛 不過很快就解禁 31號兩家獵鷹9號分別在佛州 和加州再度發射 要各把21顆星鏈衛星送上軌道 記者王迅某了 插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好啊 然後再度打開 再度打開 把5顆星鏈衝到中 我們就好 讓妳去打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